其實我真的超級緊張 因為第一次要站上這樣的一個大舞台 所以我的心情其實很緊張又很開心 然後所以未來呢 我會希望我可以持續努力的繼續朝這個方向走 然後我會更用心更努力這樣子 對啊因為我就是一個新人 然後也許可能真的沒有太多人知道我 然後所以大家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願意來看我 我就很感謝很感謝大家 願意給我機會 今天這麼多前輩站台要不要來講一下 我們來一點點喔 好就是前輩們他們今天幫我站台 然後我就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然後也是我的師兄 然後他們今天願意這樣來幫我站台 然後我就是心情很難以言喻 老師 就是很開心這樣 老師要不要談一下 就是因為整個你今天好像也滿足的 要不要再給他一點 我覺得他其實非常有自信 就是在表演上啊 在任何事情上面 那我覺得今天是因為像這樣子的場合 跟這樣的作品 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 所以應該是特別緊張 不過我想今天過後應該就會非常好 而且每一次在舞台上 我看他在練習彩排 那個魅力是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也不需要擔心他 接下來會怎麼應對這些事情 不過還是要跟你加油 要恭喜你 謝謝 謝謝師兄 你覺得我來最辛苦的地方是哪裡 嗯 我覺得 辛苦的話 很 就是訓練過程吧 因為 畢竟接觸了很多 比如說我原本在廟會都接觸不到的東西 就例如說 像舞蹈部分就 突然一下子學了一個 我原本不會的東西 然後 就一下子跳極了 然後 可是公司就要求比較嚴格 所以那時候對於舞蹈這個部分 我下了滿多功夫的 我一開始還滿 想說自己應該可以很容易勝任這個部分 因為小時候就在學舞 結果沒想到 後來上了訓練課程之後 才知道不是我想的那樣 所以一度還因為舞蹈自己練不好 而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這樣 對 想家的時候 想家的時候就會可能打電話回家 或者是 可能我如果比較沒事的時候 比如說有時候會放個一兩天假 我就會想辦法就是問說可不可以回南部 因為我還滿常想家的 所以我只要一有空我就一定會回我家這樣 對 對 因為其實這個一直都是我的夢想 然後如今已經跨出這個第一步了 我相信未來我會繼續更努力的 繼續往前走 然後我會繼續的努力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對 剛剛有講到滿欣賞的 酒類跟謝金燕 所以是有野心要超越他們 因為兩位一直都是我超級崇拜的對象 我沒事在家的時候都會就是看他們的一些影片 然後去就是去觀摩一下他們的一些表演的神情啊 或者是他們的舞台魅力 所以我今天都是以他們為目標而前進 對 然後就是想要跟他們學習 那你跟謝金燕同樣都是走台語電音風 那你有沒有想要做出什麼樣的曲格 嗯 姐姐的話我很崇拜 那曲格我覺得 就是我們是一個 我覺得我的音樂是應該算是比較 類似流行音樂跟宗教做一個結合 對 然後 所以 姐姐的話 我覺得我很崇拜他 我也沒有想說特別的要做些什麼曲格 對 所以你的曲風一樣都是跟宗教做結合 是以這個詛咒嗎 目前這一張專輯是這樣 那未來的話就是可能老師有什麼想法嗎 我覺得跟謝金燕比就很難比 但是曾田有他的年紀的範圍 他有他粉絲的範圍 所以我們這次希望他是 像媽祖在看 是媽祖在年輕人的代言人的感覺 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跟謝金燕其實有區隔開來 那謝金燕也是他的偶像 能夠跟他 跟到他的腳步 我們就很開心了 然後沒有去想過要去超越他 那電音有很多種 那我相信這一次曾田走的電音 跟他有點不一樣的是 在旋律線上就差很多 也是尋找曾田適合的聲線去做 所以在市場上是可以有一點點區隔的 我跟曾田的這個情歌其實就比較沒有在電音上爭執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這個歌非常的單純 然後也很輕鬆 其實是適合很多人去KTV可以互相 如果有兩個人互相喜歡 你覺得他們沒有表白的人可以推他們兩個來唱這首歌 因為我們在唱的時候 其實我不太敢正視他的樣貌 他太有魅力 會影響我的檯面上的情人 他會生氣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 謝謝